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6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每日要聞》 我是王曉祥 中國將有大事發生 社會動蕩衝擊中共二十大 軍演動嚇聲鐘 美國議員再訪台 避免遭到撤斷包圍 烏克蘭第三座關鍵橋樑被毀 反送中爆眼教師遭到半囚九個月 港人湧入Facebook道珍重 被控煽動顛覆何俊仁申請保釋 高等法院下星期一判決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二十大會期越來越近 中國卻暗藏社會動蕩的火種 8月16日 中共黨刊求是將會發表習近平的文章 再度強調共同富裕 由於經濟下行 房地產價格下滑 中國家庭財富面臨縮水的風險 安居樂業的希望正在破滅 為防止大規模抗議運動對中共政權的威脅 共同呼籲當作全民共同奮鬥目標 被再次拿出來 安居樂業是中國普通民眾的理想 但在中國 房地產正在變成民眾揮之不去的惡夢 德國之聲8月14日報導 汽車工人小王身分不久即將迎接第一個孩子 她的願望就是能夠搬入三年前在武漢購買的公寓 然而這個希望卻在不斷加劇的房地產危機當中破滅 公寓至今尚未完工 小王覺得已經受救了 決定停止支付抵押貸款 成為中國幾十個城市當中 眾多抵制付款的購房者之一 她告訴《法新社》 我們買這個房並不容易 這些錢都是我的積蓄 她說房沒了 還欠了兩百萬元人民幣債務 一位年輕的購房者士先生說 她現在幾乎所有的工資都用於支付房租或者貸款 她說不想再負了 已經心灰意冷了 牛津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胡東安 在一份報告當中說 購房者支付貸款的能力不是主要問題 她指出對開發商失去信心將會加劇房地產的衰退 住房銷量和價格下降 開發商的困境加劇 以及地方政府財政惡化 這個惡性循環的可能性令人擔憂 美國銀行研究分析師在7月的一份報告當中指出 由於開發商面臨財務問題 2020年和2021年預售的住宅商品房面積 大約有9%可能無法按期員工交付 這樣大約會影響240萬戶家庭 《華爾街日報》8月12日報道 美國銀行的分析師指出 這樣的事件如果未得到控制並擴散開來 可能會挫傷市場信心 打擊房地產銷售和投資 拖累整體經濟增長 並引發社會不穩定 而現時正值今年秋天中共要召開20大 預計習近平將會連任 距離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僅12日 以及中共在台海大規模軍演僅7日 14日又有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亞太小組主席馬基率團抵台訪問 《紐約時報》說 月底之前還有另一個代表團也會來台訪問 中共宣布15日下午在台海周邊實施實戰化演練 並強調軍演目的就是針對訪台美團 中美雙方似乎進入了一種新常態 綜合傳媒報導 本次馬基訪團行程安排 包括會晤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白會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午餐之後在下午3點半左右離開 在台停留時間不到21小時 與前次貝洛西訪台不同的是 中共在馬基訪團在台期間 就在台海周邊空域發起多兵種聯合戰備 警場和實戰化演習 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當日指責 美國國會參議員馬基訪台 證明了美國是台海和平穩定的繳局者和破壞者 而且中共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 15日公開宣告 本次軍演就是針對美國議員又訪台 據台灣國防部公布的信息 截至8月15日下午5點 台灣軍方正獲中共軍機30架次 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峽中線 以及中共軍艦5首次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美國參議員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認為 北京不斷升高台海緊張局勢 是真正的挑釁行為 他們正在通過武力改變現狀 而且要求美國增加軍費開支 美國對中共直接開展戰略競爭 向台灣提供足夠的智慧武器 佩洛西在抵達台灣之後 在授權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文章當中說 美國持續反對變面改變現狀 近年來北京和台灣的緊張局勢急劇升高 中共在台灣防空識別區附近 甚至在識別區內部增加轟炸機 戰鬥機和偵察機飛航 美國國防部結論認為 中共軍隊可能正準備一場突發事件 武統台灣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之舉 將會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定的威脅 美國嚴正關切 據美媒CNN15號報導 烏克蘭官員指出 在烏克蘭軍隊的攻擊下 使該地區的第三座關鍵橋樑無法通行之後 俄羅斯軍隊正在撤離到 赫爾松地區南部的涅白河阻岸 根據報導 烏軍南方作戰司令部發言人 胡梅紐克14號對該國傳媒表示 烏克蘭正觀察俄軍領導層 如何利用緊存的運輸路線 撤離到涅白河阻岸 據表示 本週末包括卡霍夫卡橋在內的三座橋樑被毀 阻礙了重型軍事裝備的運輸 和該河右岸俄軍的彈藥供應 使其複雜到不可能的地步 與此同時 烏克蘭軍方表示 俄軍14號在烏克蘭南部被佔領的防線 繼續進行猛烈砲擊 據烏軍南方作戰司令部說 俄軍BM-30龍捲風火箭炮 當晚向尼古拉耶夫 和別列支列古瓦捷開火造成一死一傷 烏軍南方作戰司令部補充 尼古拉耶夫市內民窄區和港口等基礎設施遭炮擊 通訊線路和工業設施遭破壞 尼科波爾市14號晚兩次遭光炸 繼有五座高樓建築 六座房屋 一座幼兒院和其他民用基礎設施被摧毀 但未傳出人員傷亡 同樣在14號 馬爾加尼茨市遭BM-21冰箔火箭炮擊中 一名平民宋苑 十幾所房屋和一個電網被毀 安能核達當日也遭到炮擊 烏軍南方作戰司令部指出 有一人死亡 兩人負傷 曾經在反送中六一二衝突當中 右眼受傷的香港前通識教師楊子俊 在事隔將近三年後被控告兩項非法集結罪 他15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認罪 被判入獄9個月 現年32歲的楊子俊被控在2019年6月12日 在金鐘下角度和天華度交界 香港政府總部以及駐港部隊大廈外 連同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辯方求情時指 被告在案中只是參加者角色 治案法至今的三年來也已經體驗到後果 包括他個人被起底和家人遭電話滋擾 他的右眼也視力受損 即使在手術後仍然留有殘影 辯方表示 被告原任職名校通識科教師 但因為視力受損和希望減少校方輿論壓力 主動辭職 並在辭職後經營出版社 以另一方式服務社會 在今年出版烏克蘭相片集 和將收益超過40萬元版稅 用作人道救援 主任裁判官嚴信儀就兩項控罪 分別以12個月和15個月作量刑起點 考慮到認罪 加上被告三年間轉做出版社後 仍然努力幫助人 及聽取求情理由後扣減刑期 判處兩項控罪同期執行 總刑期為9個月 對於事隔近三年被起訴兩項非法集結罪 楊子晉在上庭之前直言有點難接受 但已經有心理準備要入獄 自然此刻已經盡最大努力問心無愧 或者監禁是一種另類的學習 令我體會人生的另一面 此外一直在Facebook倒數上庭日子的他 在今日開庭之前發文指 活在真相中 不少港人擁有Facebook感謝楊子晉的付出 並希望他保重平安歸來 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說 問心無愧 這個系統極權和流合污的人 都不可能說得出的話 感謝你在亂世依然堅持同行 活在真相中 香港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 亦都在Facebook表示一個讀書人的封骨 非不脈所能形容 卻實實在在感存在同行 已經解散的香港支聯會前副主席何俊仁 上個月就多宗集結案已經服刑完畢 但因為另外涉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 需要繼續還押 他15日再度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國安法》指定法官聽取陳詞之後 押後至本月22日宣布判決 期間需要繼續還押 70歲的何俊仁早前因涉及四宗非法集結案 分別被判監10至18個月 獲准同期執行 7月22日已經服刑完畢 但何俊仁另外和李卓仁、周幸彤和支聯會 被港府控罪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 在香港涉嫌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 以非法手段自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何俊仁需要繼續關押 早前何俊仁曾經就該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申請保釋被拒絕 何俊仁15日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多名和何俊仁相熟的友人包括社民連曾建成、大律師吳靠儀 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以及前支聯會常委徐漢光等人 都有到場旁聽 何俊仁上庭之後立即向旁聽親友揮手打招呼 有人紛紛站起予以回應 何俊仁曾經在2017年患上初期肺癌 今年3月曾確診中共病毒屬於無病徵個案 早前劉慧卿透露何俊仁的肺部及牙齒有問題 以健康問題申請保釋 他今天表示當然希望何俊仁能夠保釋出來就醫 另外同案的周幸彤申請初級偵訊 並排期在9月2日至13日進行 而案件將會在9月14日再提出以處理交付程序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留言、按讚、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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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